HELLO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有沒有發現最近的盤就是這樣 消息面多空總是不斷變化 所以我說在這個部分來講 不用太過的一個刻意解讀啦 反而會讓自己操作的很累 就像我講的指數並不是空間來講 我還是一樣即便今天漲 我認為短線你說要過11668也沒這麼快 但是要破這一波的平台整理去11400點 也不是這麼容易 我還是傾向於整理看待 這個我們已經大概看了一段時間都是這樣子 好 雖然指數你說空間不大 但是總會有一些個股心串起來 好 你看半導體喔 我先講一個輪動的概念 好看了你就懂了 好我講完你就懂 台積電 好 今天當然下午有所謂的供應鏈論壇 然後股價在今天是轉強 我先講輪動 9月到11月中是台積電這一波的一個攻擊時間點 大概兩個月 9月中下旬開始發動 9月中下旬開始發動 10月拉到11月中拉了一波 好那時候把台股推上來 好你看那個時候在動的時候 同樣是做半導體晶圓的這個聯電有沒有動 沒有 好聯電真正的發動位置 10月拉一小波 整理了快一個月了 大概11月中 前兩三個禮拜才開始發動 你看這個股價短暖時間衝到16塊錢 它是最近才動的 好 後面 好 另外一個 台積電的 子公司世界先進也是 前面都沒有動 甚至更明顯到11月中 它還在處於季線整理 這兩個禮拜帶量轉強 創破斷高 這兩個禮拜才開始發動 這叫輪動 前面台積電動完 資金有些調節沒有再買了 好 有些法人也不願意追高 轉到一些比較落後 低檔的 這些 晶圓代工的世界先進聯電 這就是一個發酵 好 就是 產業的方向是對的 它就會陸續發酵 好 再來設備股 好 佳登就不多談了 這個大家都耳熟能詳 好 這個今年下半年 頂漲的標股 好 佳登漲上來了 大家會去看 欸 在整個半導體先進製程當中 受惠的不是只有它 只是說它的一個轉機性很強 所以它整個獲利是跳增上來 好 所以讓股價一飛衝天 但是有很多不錯的公司 獲利都很好 先前輩比較埋沒一點 旺系 旺系做晶圓探針卡 好 也有切入到5G相關的市場 你看這個量 創近期的大量 然後過了僅限 70元的關卡 有沒有 整理了快三四個月 今天帶量過70元的整數關卡 前三季的獲利比去年 還大增了五成 獲利很好的公司 結果這一波呢 相對被低估 所以買盤開始往這邊做流竄 有沒有發現 這就是輪動 景碩也是很標準 就是輪動 你說做這個IC宅版的公司 當然你說今年的獲利不好 這是事實 但是不是獲利差的公司股價一定跌 它未來會好 那光景就不一樣 這一波 它反而還即將要挑戰前高 你看這一波領漲的 前一波領漲的 IC宅版個股叫星星 從26充到50塊3 漲了一倍 最近反而破了黃色的季線 整個形態 已經做頭轉弱 高檔盤整的這個區間 有跌破的味道 就最近比較弱 你看它破了季線嘛 五日十日線都下彎 但是你再看景碩 最近的走勢是沿著上升軌道線 往上墊高 資金的流向嘛 高出低進 所以我說這個盤 你說指數漲不動 是不是個股沒空間 不是 而是已經漲多高位階的個股 會沒有空間 既然這些個股沒有空間 我想高位階的個股 你就要避開 我再舉例一集檔 你說有些營收不錯的 穩帽今天漲 破了季線 從340跌到下來 短線反彈而已 這種都比較弱 螺種你不要去碰它嘛 散熱的泰塑 也是有點橫盤整力轉弱 3324的雙紅 今天有比較強一點 側的季線轉強 但是這些都是屬於高檔股 我說你就不要去碰 2367的耀滑 長黑K破季線 站不回去 加聯翼 破季線站不回去 我說這種破季線轉弱股 我們不去碰它嘛 這種你不要碰 錦座季線在這裡 黃色的這一條 股價現在在這裡 所以強弱 資金往哪裡跑你要搞清楚 搞清楚之後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常講12月份 年底最後一波的所謂作帳行情 你一定要參與 如果你還沒有跟上來 想跟著我們一起賺錢的 歡迎各位報導我們的免費諮詢專線 080061588 或者在我們的LINE8FB做詢問都可以 所以祝大家操作順利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介之個別有價證券 如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們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在左下角可以觀看到 過去的一個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 叮噹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 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